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信 我不信一會這樣對我 七三百公里也要當民工青春 哎哎哎 哪來的啊 這塊不是本人學生不讓進啊 趕緊滾 進來找個朋友我女朋友 你個青龍蛋農民工 混鬼呢 趕緊滾啊 抓他 高一你在哪 高一我來找你了 高雄同學 你認不認他呀 他說他是你男朋友 他怎麼可能是我男朋友 他也配 高雄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這是你 我購你吃購你喝 給你錢讀大學 我連財力都給你了 你先說不認識我 那是我以前不懂事被你騙了 現在我已經考試入編 像你這種沒學歷沒文化的榮民工 還想娶我 做夢 過了了吧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啊 還不快管 一定要說清楚我一定要說清楚 哈哈哈哈 你認識我 你 看我 你認識你 你愛你 你喜歡 你也不認識我 我 你問你 你充滿了 我 看这个玉佩和你身上的是不是一对 姐姐 这不是你 这一派场怪爱冲锋的勇士之后 杨诚又一位爱冲锋的勇士 骑行三百公里被击倒 按理来说 那一半应该在你那个神 应该跟孤身 他在哪 杨诚 被称 去杨诚 臭小子 你害不走赶紧滚 我一定要想归一样的手法 我就在这 蠢货 你要浪费时间时间你 雲雄 嫁给我吧 那一位是方文方少爷人家家里是开公司的 你家里是个啥呀 把你爹妈卖了都买不起钱一辆车啊 高颖 还想给老子找麻烦是吧 也不可跟你自己几斤几两 真情现实好不好 有钱有事 会不配拥有爱情我不负 但我知道你肯定不配 喂姐你说的没错 行吧 分就分了吧 我已经跟妈说了 以后姐再给你悟死个媳妇 你也不要 妈妈妈你怎么了吗 喂姐姐 我妈怎么了 哎 哎姐姐妈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小凡 不能怪我 我跟妈说 到底要嫁一个富二代 妈说都是她的错 没能给你好的生活 妈情急上来 一下子就晕倒了 你的高颖 好小凡 先不出这项 妈这病你需要钱 你妈还有多少 我 我这些年的钱 都给高颖了 我已经没钱了姐啊 这三把你先拿着 好好收拾收拾自己 妈的病我来想办法姐 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小通了 既然他不愿意嫁给我 我也不想娶她 这样我们去找他 把才能先要回来 哎可以啊 既然高颖不想嫁 姐以后给你无色更好的 马太明要紧 走走 我愿意 他不愿意 洛杨 这棍你不能接 林凡 你怎么像那狗一样啊 我都说你配不上我了 怎么 你今天到这里来 你不会是想学电视剧里面呀 你还抢签呢吧 秦帆 你个农艺公 你只配下酒丢 让小徐伯女儿 搬八辈子装气吧 妈 就怕这种人搬十辈子装 那也比不上人家方舟 用鼠标轻轻点下这么多呀 伯母 爷爷 别让这种人弱坏了婚礼的记忆 秦帆 听到没有 我们已经不可能 快点给我滚 为我 我现在给你两个 知道吗 乖乖的 要 我叫人把你给抬上去 高颖 你不要太高看自己 你这种贱人谁也去谁也去 把三十万财礼还给我 我和我姐现在就走 呦呦呦 原来是来要钱了呀 没错 我们确实收了三十万 不过那可不是彩礼金 你们要想清楚 放屁 彩礼谁平白无无给你们家这么多钱 那钱明明是你给我姑娘青春损支费 来人啊 把这两个闹事的家伙给我官官打出去 哎真的 高颜 看这是什么 别忘了 我和你们家订婚给你拿彩礼的事 可都是留了条子 有本事 你们方家就把我和我姐赶出去 明天我就找人放疯你 到时候全阳城的人都知道 你方位取了一个二手货 其他 好 我方位也不是不讲道理 你们退下 方首你怎么 你想怎样啊 放心吧方首 我不是来抢的 这种女人都都不许 说什么 想啊 怎么说话呢 高颜 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妈现在生病了 急需要一笔钱 只要你愿意把彩礼退给我们 这字条我们立马就撕掉 我们就两清了 好 我就给你们三十万 来人 钱在这里 瞧瞧 你们这是干什么 吃我饭 你们无耻啊 放手 你放开我弟弟 我说白子 啊 猜离是你和高家的 我和你的事情 在高梦 一个穷雕斯啊 敢来闹我 你是真不知道 我方家在阳城的地位 啊我们方家是你年 方少 我知道我们是有一点过分 我告到歉 这样 这样 你放给他 让我让我弟弟给你道歉行吗 我 道歉 要法律做什麼 要警察做什麼啊 好 我可以不為難你 這樣 你跟我對行 喝三個血 我或許會讓你把這三十萬拿走啊 哈哈哈好不愧是方少 對過這些窮鬼啊就應該這樣 齊凡啊 你怎麼還不嗑呢 那你磕個頭就能有三十萬 你現在上哪找這種好事 你不是要救你那個死鬼媽呢 你只要磕個頭 就有錢去救你那個死鬼媽了 就是 方少這麼大方賞你錢 你還不趕緊跪下 謝謝方少 啊 欺人太深 方少 你看這兒子 這個頭 我來渴 你讓他們放了我弟子 行啊 姐 不要渴 憑什麼我們給他們渴到 這麼欠我們的姐 小哥 應該是他們渴才對 哎呦 沒看出來呀 這個臭農民工還這麼硬些啊 好啊 那就讓你們看著你們啊 死好了 小八 沒事的 是個女人 磕個頭 算什麼不要緊 姐 小八 小八 這是幹什麼 你看他的樣子 像不像一條狗啊 方少 他果然像一條外皮狗啊 你沒聽明白 我剛才說的話 你跪下磕頭 我只不過是說好 考慮懂嗎 你來鬧我的婚 不需要回憲 你知道我這個婚禮花了多少錢 幾百萬 幾百萬你懂嗎裙腳絲 磕幾個頭 就值幾百萬 這個人怎麼這樣 我不能出耳發耳啊 我弟弟都已經給你磕頭了 磕頭就能值幾百萬嗎 你覺得行嗎 不過呀 我這個人呢 欣賞 你如果呀 從我的發下髒 哈哈 你就把這三十萬拿走啊 啊 你把這三十萬拿走 我這個人的 那一條狗 你也知道 你是不是 你不是要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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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們倆啊 早就有一腿 你們這對狗男女 媽 你看啊 這農民宫出歸我閨蜜 真不要臉 高穎你真的誤會了我真的沒有 高穎 你也太誤會了 為了你給我的三聲 你是到處投我張鼠 我們中央一共見了不到三面 怎麼可能在一起 哎呦呦呦呦 你們才見到三面就在一起了 誰不說不讀 你怎麼怎麼這麼說話呢 秦凡他都說沒有的事了 周伯父 都到這種份上了 上來說來 哎呦呦呦 那是怎麼場合 一人提另一個拉手說話 周燕的爸 怎麼能在周五無尾之下打自己女兒呢 還是他有錯嗎 我們農民工時 什麼農民工那會屬於自己的錢不行嗎 我大午不替女儿 不怪你屁事 这件事因我而死 这和我有关系 又不是你冲我来 你也和他一起亲我是吗 我真的没有 闭嘴 行啊秦桓 你这个废物怎么被勾搁了 我女儿现在连我话都不听了 你不是要说吗 咱就好好说一说 听说 你去医院了是吧 他家医院 难道不会是阳城光明医院吗 看来我猜对了 那这就好吗 帮我查一下 他妈叫徐硕琴 嗯 与如今 欠了十六万 欠了这么多钱 还住什么院 赶紧出院 不要我突然讲 我妈还在危险期 不能出院 是啊爸 你作为医生 怎么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呢 绝路 因为你爱我这个不许吗 我妈还在危险期 不死 我妈 你也不能把我妈赶出医院 是医生吗 你不知道什么叫救死扶杂吗 我每天致病救人 那么多人康复了 我怎么就没有救死扶杂 反而 你应该反思想才对 不反思想 如果天下的患者 都像你母亲那样 那医院怎么还一次 那医院 不都能破产吗 指军出身 报告统帅 已经查到少主具体位置 报告大小姐 已锁定秦帆在阳城的位置 好 上去吧 是 我们指军出身 周院长 不要怪我弟 还不懂事 先爸 还不给周院长道歉 姐 周院长 我们不许这次 只希望医院能够发现几天 我会对一个抽签的事 我懂这样的 你 方少 怎么能替秦帆说话呢 他和周英的事啊 让我很伤心 他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才行 够赢 比你三十万还不够 你还想要吗 哎 周伯父 你说我应不应该要这笔精神损失费啊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 我 还想好 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是本家了 哦 没钱啊 哎我记者你们家不是还有套老房子吗 那老房子也值个二十来万 勉强能让我的心情好一些吧 还想个房子 门都没有 王少你看他说我 来人啊 你因为教的教律这交通 中生 首富世家燕京中世 我在電視人看到過 她是當今華香首富的女兒中大小姐 什麼 那既敢對我未婚夫不敬 七凡 你是中家大小姐的未婚夫 你怎麼可能 怎麼 你覺得我連我自己的未婚夫都能認錯 既然人家不稀罕你 不如跟我走 久之前 我想把話說進去 可以 親少爺是我的 都是高雄高雄支持我的說你是農民公 林公怎麼了 怎麼農民公就活該被欺負嗎 不不不 我的意思只是高雄支持我們欺負你 我我們只是配個的而已 不怪我們呀 崩威你被什麼事玩都往我頭上靠 名字就是你 是你自己想教練欺負 這個不知天高地後的農民公 關我什麼事啊 垃圾 這樣 斷上 這個皆人不懂事 我教練你們 這些事 都是他anter 관심 賭本 weiß 哈哈 小楊 好不好嘚 哈 啵 啵 天上的神仙都没这个本事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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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 他旅行 应该Throw 不ogn 究竟 不同ct 童 周院長 這是我母親的治病前 現在可以治療了嗎 齊少爺您放心 我們醫院一定把你母親治好 現在可以走了嗎 好 我想跟你單獨談談 你好好和周小姐說話 知道了姐 周小姐 到底怎麼回事 這兩塊玉佩 是我和夜王家族繼承人婚約的證明 那你真的是我未婚妻啊 你覺得你是夜王家族繼承人嗎 那是玉佩 這塊玉佩啊 夜王家族已經遺失多年了 因為你我才能重新找到他 所以剛才幫了一個小忙 不好意思啊我誤會了 沒關係那種情況每個人都會誤會 要不然那些人就總會變了一句經驗 但是我能幫你的就這一次而已了 以後呢還得靠你自己了 嗯我懂了 這次多謝周小姐幫忙 走吧 是 到時候見 對 楊營啊楊營 楊營啊楊營 楊媽怎麼說你是好啊 教育你們這麼多年 你說說你怎麼不了解一下他的情況 就分手了 現在還錯過了一個金香玉 這腸子都毀清了 媽 人家大致都會誇成這些啊 對 聽我的 不要改人 給徐主席安排最好的地方 什麼 沒了 要不 安排在陶老先生那邊好 對 手術也安排好 對 方上方上不好了出大事了 原來 他就是個窮光蛋 我就說秦凡這小子 怎麼可能是中假 原來是假的 就是就是 方上他毀了咱倆的婚禮 還害你這麼丟臉 你可一定要給他教訓 讓他長長記性才行 你不是喜歡他嗎 哎呀 人家還不是怕他對方上你動手 才被迫也是你嗎 是嗎 當然啊 人家剛才可是一點壞話都沒說您的 倒是方少年 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人家身上 那才是傷了人家的心 好了好了 不說這個話題了 如果再見到秦凡小子 我讓他見面給我趴著走 嗯 下次讓他給方上你當狗氣 好 我好歹也是個院長 真有召令息感有所沒信 看來 只能把一會回去 找一個藉口主任 出口了 找一個藉口主任 通常的藉口主任 說得出口 然後 一口就一口主任 適合 一口精度 分辨 一口十幾 二口 一口 一口 姐 你把这个饭 放到碗里给咱妈吃 你用这个饭盒吃 姐你也是啊 你用什么吃 你就不用操心我了 那个抽屉里有一个铁饭盒 你拿来给我 我去洗洗 好 我就不要洗一架 我的眼睛怎么了 难道养花了 曹小姐 这是这位曹老先生的孫女 啊 小白你怎麼了 我没事嘛 心血管有问题 还挺严重的 老妈果然被高音气的脑部有血管 但这也不用手术 我感觉我就能吃 阿姨晚上好 下午睡得怎么样 这里清静睡得很好 没打扰到曹老先生吧 没有没有 我正好很闷 跟大妹子聊聊天 我感觉身体疲惫感都没有 那你们聊 好 我们吃饭 这两位都是阿姨的子女吧 都很孝顺 家人一起吃吃饭点聊天挺好的 爷爷我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我就是检查个身体 犯得着大惊所怪 妈来 骨头 这是我炖了一晚上的海带排骨汤 给你们点生死的 来来来来 这是给咱妈的 你发什么神经 姐 妈 这她也不能喝 妈不能喝 那应该你喝呗 好了好了兰兰 小凡人打小就喜欢喝白骨汤 你就让她喝点吗 不行妈 人家医生都说了 这几天给你安排手术 你得保养好身子才行 姐 这她妈这么能喝喝了它以后她会发病呢 听到没有 妈年纪大了现在不好好吃东西 等上了手术台体力透支会出大事的姐 没事没事儿子 那你就喝吧 你姐熬了一碗呢可香了 妈 爸我没开玩笑 这汤您真不能喝 哎 你可真是个孝子 这话说的这里是医院 没点问题谁会来这里啊 我看呀 你就是馋排骨汤了吧 小八 多大的人了别胡闹了 这妈 你别管他快喝吧 吃吃 喂 好了好了妈喝饱了 你也知道小凡他他打小就喜欢喝排骨汤 医生护士 对不起对不起 我弟弟有点心情 非说我妈不能喝排骨汤 这就想要给您添麻烦了算了算了算了 我不是说过吗 病人可以喝汤 就是少吃点硬的就行 你别要相信医生 还有你 别以为看了一摊上买鸡鸡 真以为自己是神医了 都像你这样我工作怎么做 哎医生等一下 我还不能吃牛气 那会害死他的 你是医生还是我弟 看你这医护 这工具的民工吧 要论斑砖我还真得听 但这是哪呢 医院 你也该来指挥我 某些人啊 自以为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和书籍 就懂得看病了 殊不知是害人害己 曹小姐说得是 曹老先生 您身体怎么样 没问题吗 小医生辛苦了 我感觉很好 客气 您太客气了 像您这样有修养 有文化的老先生啊 跟你聊天 那简直是大掌修养和文化 也不知道啊 这院长是怎么行 让您跟这些民工家 询出同一件病 我愿意说一说 免得让这些庸俗之人 扒扰您的清醒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 就在这里 又不是我们的想法 妈 妈 妈 医生 我妈是过敏了 快给她做出抗过敏的药 妈 你这怎么说啊 是过敏 快拿药快拿药 你们家是不是有病呢 你怎么说话的 我妈出了事 你为什么要怪我们呀 病人有过敏 你们不早说 这样会死人的 过敏 我妈也没吃什么呀 最后喝了两口排骨汤 这排骨还带汤 我妈以前经常喝 从来没有过敏的情况呀 一个小过敏 我还能看错了 你这个幽影 明明是你医术不禁 我妈是因为脑部瘀血多多 压迫神经导致病变 所以才会对高气过敏 对不起啊 消费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姐 以后别让妈喝枸杞就行 你说是就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一眼就知道 看一眼 你当你眼睛是什么 格子共振的 我说你们这群民工 是不是把网上断的当真的了 为了装逼 连自己七年的命都能拿出冒险 你要愿意装逼可以呀 去试装招 那是时时刻刻都在冒险 院长 他们刚才 不用跟他们废话 不是去把账在哪 周院长谢谢您多亏了您 要不是因为您啊 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这是账的 钱费钱来赌 问 周建设 你什么意思 明明我们少爷交过钱呢 钱 那是你的钱吗 那是方少爷的钱 抢救费加住院费一共二十万 这里是私人医院 不能慈善逃 给钱给我滚蛋 周远程 您上午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还没明白吗 那是因为什么理性你不清楚 啊 要是中家女婿 我连你妈的手机 一字给做了 他是吗 他就是个臭民工 农民工 农民工就不是人 生了病就不用看了吗 呦 看看看 就就这穿着啊 这你们配得上这 配得上这环境吗 我告诉你们 赶紧给我滚蛋 哎呀好了 小凡啊别说了 院长说的对 那既然没钱了咱们就出院吧 咱们出院 没有这些营物业 我一样跟你去 院长 不用跟他弄废话 净凡 我不是不讲道理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 你过凑数二十万 你要不 能管月全票吗 我们家不是那种欠人不盘钱 钱我们会出 但是话得说清楚 上午给你的那三十万 你也别想那张 妈咱们走 哦对了 曹小姐本来我不想 可是呢 这里是幽黎太废了 我怕耽误了陶老爷们的路 对他不好 性奇呢你什么意思啊 曹老爷的心血管有很大环境 算下可能 也对三天时间了 你最好给他换一家好一点的医院 否则的话你就要准备棺材 你放屁 我爷爷两天后就大臭了 你说我爷爷最多活三天 你你三天就是诅咒我爷爷 给你点颜色 你就开转啊 你个臭迷宫你懂的吗 你敢在这大眼不惨 曹老先生来这里 那就是例行公事 除了老年病之外 什么毛病都没有 你以为像你们这帮穷人 只有等到死了 才知道来医院吗 靠小姐 姐 你别放心 我看这民工啊 这就是给不起钱 对我们医院心怀愿啊 是啊 曹大姐 我保证曹老先生一点问题都没有 何况就算有 我也会亲自出手 保证你的图案 去院长 我对您的医术还是很放心的 小帆 现在彩礼钱没有了 医院的20万 咱们可怎么还啊 林基姐 妈 这关是从哪里来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你爸爸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的 我记得小时候啊 你们姐弟俩用它吃饭 特别香 最后啊 我就没舍得丢 一直留着 小凡 姐是问你 医院的二十万怎么办 不是问你这碗怎么办 难道这碗 还能抵医院的二十万不成啊 姐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碗轻轻松松 就能帮我们还上医院的二十万费 我看你个臭小子 你是被高音和周小姐 死去坏了 对对对 这是咱家吃饭的碗 又不是电视上的古董 姐 他真被你猜对了 这碗就是个古董 昨天问了我 那套银针至少三千 等把这个古董卖掉 先买一套银针 把妈的病治好 哎你好贵宾 请问您是来买古董了吗 好吧 送我多嘴了 像你这种龙龙龙 在工地里边挖出来一个什么破烂 不会当着古董卖吧 你先看看 像你这种人呢 我见多了赶紧古董滚 在工地里边挖出来一个破古董 都敢说是恐龙谷 别在这胡搅蛮肠啊赶紧滚 你不看我的东西 怎么就知道不是古董的 你这碗呢黑不成修的 怎么样 难不成你把它当成紫砂糊 还能换包姜啊 赶紧滚啊 你这东西啊 只配看 放到那 嘿 我们呀可是古董街最大的古董店 别再是妨碍我做生意啊 你这东西都是古董 老年我呀 把你给他 好 那就让你们进出来 鉴定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古董 那不是怎么办呢 那你就打造我怎么对 放到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挑选最好的种种 作为逃了一个的胜利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 不好想 怎么然后破碗来这 好上 你说他是谁 他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自以为富豪假的 成文派去等 昨天还跟我装逼了是 你猜怎么着 他就是假货 冒牌的 哈哈哈就是就是 他都拿出关破碗来要饭 咱们全国人民啊 不说得饿死 方少您说的对 哈哈 现在呀有很多像他这种人 总是幻想着自己能巴结 他就像什么富豪老爹什么的 其实啊自己就是一个见点 就算能攀上富盒 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雄屌丝而已 方卫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庄家女婿 你终于知道自己是被垃圾了 要我说呢 某些人是个什么身份的地位 自己心里没点不知 我懒得跟你们扯 我不是来要饭 我是来卖古董 哎呦 经理这家伙呀 从工地里边拿出来一个破碗 再说是古董到这里来卖 哎呦 好了 这个破碗我看过 他不是送地里挖的啊 这是他们家吃饭用的碗 哈哈哈什么 君凡 吃饭的碗 你用来当古董 你他妈是不是冲锋了 是不是古董 让经理经理以后就 经理啊 您是寒家 你来看看那个碗 到底是不是古董 哈哈哈 好好好 这是 这是 怎么样经理 看出来了 这只碗呢 表面上看着做工精细 但是毫无收藏价值可言 就是一只古董碗 你自己打断你自己的双腿 还是我找人帮你打断呢 等等 打断腿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刚才呀我们两个做了一个约定 说了如果这个碗不是古董的话 他就打断自己的双腿 那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拿木棍来 我来亲自打断他的双腿 昨天还让我学狗叫 今天我让你做轮椅 经理 您可仔细看了 再看走眼 我同事这行十几年了 绝对不会看走眼 好 我认 把碗给我 我去别家看 哎等等 要走可以啊 但是 得留下双腿吧 这碗是假的 我自然会留下双腿 但凭你们空口白话 怎么能证明我这碗是假 哪嘞 哎 你们这个赌约呀 太血腥了 这样吧 我做主 赌约就算了 你这只碗这么小 那有什么用呢 这样吧 我给你二百块钱 你再买一只正是发顶的 吃饭的大碗 嗯 这个碗呢我看你可怜 我就收下了 喂 不愧是古董这些经理啊 真会做这种空手套白养的 哎 我要不说走的话 你是不是连这两百块钱都不愿意拿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说 你家是家黑店 靠你说什么呢 谁家是黑店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是谁的店呢 我们这可是卫会长的店 我们是全古董间里边最大 最正规的店 你说谁是黑店呢 正规 我看是黑的正规吧 你把碗给我留下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否则我让人打断你的腿 现在就走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懒 看看 完真老实吧 行啊 大家过来看看 全阳城最黑的古董店 想要强举好毒物的古董啊 我的店 同行都是认可的 不允许有任何人无名 卫会长 您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看不到这一幕呢 怎么回事 卫会长是这样的 他拿了一只破碗 非得说是古董 就让我们给他钱 我好心给他换一只新的 结果 他污蔑我 要贪图他这只破碗 您说说 这小子不是来捣乱吗 是 我们古董玉石这一行 讲究的是个名誉 你小子 最好给我一个礼 否则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有什么好解释 我说我这碗是古董 他说不是 不是就算了 还得给我二百块钱 让我留下这碗 怎么着 这是古董店的规矩吗 还是说进了你们家店 必须留下古董 会长 那个我也是好心 没有别的意思 看来这是我们经理的一个失误 要不然这样小伙子 你把这个碗 交给我身边的这位老先生 张正言 这个碗 如果是个古董 你想卖 你说个价 我未明绝不还价 如果你不卖 我赔你一番块钱 怎么样 小伙子 你大可以放心 如果你现在不卖就走 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你看看 外面看热闹的人那么多呢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未明如果做什么摊墨之事 我的招牌也就没了 好吧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太聊啊 不太聊 卖会长 我来看 我看我看我看了 你不太聊了 我看我的 你不太聊了 这东西一出事啊就价值连城 属于我保鸡卫 这东西真的是你的怎么 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 不不不我没想到这西石珍宝 居然是一个饭碗 真是有趣有趣 现在怎么 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刚来的时候他看不起我 这晚他看到我东西 所以我们打了个赌啊 我这晚如果是真的孤斗 他就把这桌子吃 所以我们打了个赌啊 我这晚如果是真的孤斗 他就把这桌子吃 魏会长魏会长我所劝你的魏会长 你给我一只机会把魏会长找面了 魏会长江湖道义愿赌服输 让他兑现屠幕 不过小兄弟 你是看他在现场吃啊 还是到后面吃 在现场脱手有点惨了 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 眼不见心不烦 来了给他带下去 喂会长 你也知道我我懂一点 古董我的水 但是我真没看出来这个东西啊 没看出来你会给我二百块钱要拿走 你哄鬼呢你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会长 我真的是处于善心 觉得他吃不起饭了 我就给他拿了二百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我说的对 立马过去 亏了 小兄弟 你眼力不错呀 没想到能看出来这是个宝贝 我也就眼神好 对了 这晚你还说不说 我当然说 我要不说的话 你干什么那人都盯着 卫会长 他就是一个骗 他呢就是一个农民工 这个肯定是假 我身边这位是世界排名前三拍卖会的见证师 你的眼力能否划他 卫会长 既然你这么相信一个错 那我就严禁于彼此 我 你就等着帮上收拾 你就等着帮上收拾 小兄弟 考不考虑跟着我干呢 暂时没这个想法 对了 是我你到底收不住 我当然收不住 但是你这个东西有价不适 我虽然说过 你开多少价 我绝会还价 但是说实话 我也没有那么多现金给你 但是说实话 我当然收不住 放心我也不是占你便宜 你开个价我绝不还价 你这个人不错 我相信你 你开价吧 一千万 你见过一千万能收国保的吗 一个亿 成就 去打钱是 钱收到了吗 小兄弟 小兄弟 有冻的汤了 你的东西我绝不压价 给你最大的诚意 好 会会打 不然 大胆拿杀手 大胆拿杀手 住手 小兄弟 我没得罪你吧 这是什么意思 卫会长 你误会了 我这是一个救 救我 小公主 你听我一句劝 骄横跋扈是走不远的 卫会长你是真的误会了 我看你额头上 乌云盖布 恐怕今日有水光之灾呀 什么 不过我刚才的一拍 已经拍散了晦气 死是肯定死不了了 多半会受点惊吓 至于信不信 看你会不会让自己看 告辞 老大 这人太重了 他祖重 要不要带回来教育 这医院欠的费和这银针的钱 都不是问题了 妈的病不能脱太久 一会儿去把妈的病治好 伯母 伯母你怎么了 你坚持一下我去叫救护车 卓妍我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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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刚才突然点口头白沫 一下就晕过去了 嗯 妈 秦凡你真的会医术啊 我也就会一点技术的医术 妈 来 妈 嗯 我现在反正是你 很好 比之前还要好 哎 哎 对了小凡 你真的会医术吗 之前在工地的时候 一个老婆子叫我他 啊 你可真是有点贵了 哎 那这么说 你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你不是跟曹老先生开完线 那当然了妈 我怎么可能开玩笑 曹老爷子 最多只有三点 那你快 你也刚才在医院的时候 那么就是你 你已经通过了 还得到吗 虽然你也不怕 但是我万里不怕 被他了 走 我当于是你 我ös 你不是 你还是他 我便是想要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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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秦帆 对不起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会把阿姨赶出来 你爸是你爸 你是你 那天在高音的婚礼上 你帮我说话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 况且 我刚才误会你了 我对不起你才是 不不不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爸那么过分 你误会我也是正常的 秦帆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对了 那个医院的事 你别着急 我会尽力帮你想办法的 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 我想买一个大典的房子 然后接我妈和我姐 过上好日子 你哪来的钱 我卖了家里的一个古董 换了点钱 那这个简单 我有一个同学的爸爸 是做房地产的 我介绍给你认识 看看能不能做点便宜的底价 行啊 你把电话给我 我下午就去 我陪你一起去吧 反正我下午也没事 那麻烦你了 没事 不麻烦 这个工资啊 我跟你说 啊 这不是这 啊先当难受今天不出去了 医长能没事吧 医长能没事吧 快快去找秦先生 好好好 我自己来 记住 对他不能有一点冒犯 如果秦先生感到冒犯 我一定拿你们吃卫鱼 哎呦呦 这位就是周老师口中的朋友 我看着也不怎么样 孙先生 人不可貌相 我这位朋友其实很优秀的 开玩笑开玩笑 小兄弟啊 就是你要买房的 没错 小伙子 我看你年纪轻轻 我提前跟你说一下 这儿的房子 都是给有钱人改善的 高品质 没事 我就是想要这种高档次一点 你要就有啊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 我们这的房子 一套最低也是两百万手术 你看还有必要看吗 有啊 你介绍就行 介绍 不是你能买一个起吗 我不介绍 真是浪费口水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周老师面子 你以为我会接待你 明明他爸 我看你平日里挺和善的 我这才介绍人过来买房子的 买卖不成人意在 你怎么能这副嘴脸 周老师 我看你一定是 在学校里待傻 我对你好 你真不知道什么 我对你好 你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周老师 你单身这么久 这么多个漫漫长夜 我气骂骂 你怎么才是 你平时啊 也喜欢教小孩子 不如跟我回去 教教这个大学生 生命 再教教我儿子 这个小学生 你还不成 翻嘴弄形 哎哟 周老师 这是你男朋友 你找了一个农民工当男朋友 没错 我就是他男朋友 希望你手脚放干净些 周老师 我真是太熟 我以前啊 觉得你是眼光高 看不上别的 没想到你竟然能看上这个农民工 真是一朵鲜花 差在油分上 没想到啊 你的档子也就是这个层次 我的层次走了 我就算再差 我也比你有礼貌些 臭东西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浪费啊 邓老师 既然你是这个层次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如果你愿意做我的你 这儿的房子随便挑一套 免费送你 还额外每个月给你三万块钱 你就不用心里哭哭做你的小老师了 是不是 不比你跟这个穷美强多了 你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怎么能这么无耻 欣凡 我用你的我们走 哎 来人 这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来人 这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你们想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还想对孤哥动手 顾客 你们是顾客 我看你们分明是竞争对手派来捣乱的 来人 把自己的农农宫都赶出去 好好教训你对 让我好好说开心 你的教学事情怎么样 你动腾一下试试 动腾一下试试 我跟你说 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说过 但是啊 我哥是卫会长的亲信 今天我不是在办公室玩的 我就是在这当面玩他 谁敢说一个不词 小伙子 做人啊 不是有几个狠劲就没出了 我的人脉 你想想 你的人脉我确实想象了 但我认识你最倚仗的卫会长 有本事你放开我 让我找卫会长好好理论理论 你认识卫会长吗 哈哈 你要是认识卫会长 我还认识米国总统呢 你放开我 哎 你让我打个电话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认不认识 哎 你他们个小憋三 卫会长日理万机 能他们认识你啊 你怂了是不是 啊 来 给他放开 我看看卫会长是怎么跟你讲道理 我看看卫会长是怎么跟你讲道理 来打打打放开放开放开 走了 喂卫会长 你是金先生 是我 金先生您在哪 我在你楼盘呢 哦 我知道了 这人怎么这么冷淡 而且接电话的声音也不是卫会长 难道卫会长给我的是讲名片 他说知道了是什么意思 哎 等卫会长 一会给我回电话吧 怎么样啊 是不是卫会长啊 怎么没让他跟我通话 卫会长可能有些忙 他一会回给我 哈哈哈哈 哎 你还真是挺会骗人的啊 那根本就不是卫会长吧 来 给公司打个电话 呃问候一下卫会长 最近怎么样 就说我要跟他汇报一下业绩啊 谁 将军 卫会长很忙他根本就没有接电话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卫会长很忙他根本没有控理一点 张老师你 生理课的时间到了 你放开我 你这是犯法的 犯法 老子在这就是王法 天老大 卫会长老二 我就是老三 天老大 卫会长老二 我就是老三 是吗 你猜老三呢 我还以为你是老大 哎 这怎么 哎呦会长 白王之中 力临我们社都不好 我们真是热烈欢迎啊 吃饭 我 您这次来是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们好出去迎接你啊 这怎么回事 他们是对手派来捣乱的 我正收拾他们 我们不是来捣乱的 我们只是来买房子的 放屁 为什么 就这ум 像是 能买得起房子的样子嘛 你给大家消息吧 问会长 你说说看 我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秦先生 我之前受了点小伤 手下人接到您电话 我立马赶好 你没事吧 幸好农会长来得早 要不然我的朋友 他就把你所储的东西 秦先生 您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处理到你满意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感谢秦先生 您的救命之人 您这是真人呢 之前多冒犯 还望海寒呢 事遇到麻烦了 事伤没有 请先生为我解误 不过在这之前 以我个人名义 送一套这里最大的独动别墅 给秦先生 听到了吗 是 把这个天老大 他老三的拖出去 把他活埋了 别捂了我们秦先生的眼 对不起 秦先生 给您那个大热大量 你去把我当个屁 给我放出去 秦先生 我阿姨 在你那块 送你这么多年 你看看这个 我还有孩子呢 周老师 我孩子还在您这上学呢 你你你我我 让他没爸呀 是不是 周老师 周老师 你 不知道算了吧 这样做他倒是解脱了 去把他的家人带到痛苦市场 这样做太便宜了 秦先生说的是 那就让他下段辈子用爬子去生活吧 把他给我拖出去 行 我 不要 我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秦先生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来 办公室请吧 哎 先生啊 你真乃神人呢 之前我就是觉得你有点本事 是我肤浅了 这回啊我卫明彻底服了 我也是看卫义会长你人不错 善意地形 既然你没事了 那我们也乃行 是我卫明 我欠你一条命 我卫明出来会 一向讲究意义 我欠你一条命 我欠你一条命 我卫明出来会 这样 您说一句话 只要您吩咐 我一定给你办妥妥 我也没什么要做 我就是想买道房 帮我妈和我姐姐过来想想服 这个简单 创修公司我也有 我立刻安排手底下人 现在去办 保证一周内 让伯母住进新房里 那就多谢卫会长 卫会长 有件事我想提醒你 您说 我看你并非短命之人 而且 早已不沾染那些血腥之事 按道理来说 卫会长的晦气 不应该那么正 可是那天的晦气 最一样了你的性命 所以 我觉得有人害你 你得小心一下 先生救我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 这样吧 你说说最近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情 哦对了 最近收到一幅美人图 符拿回来之后 整个人昏昏沉沉 迷迷乌乌总想睡觉 这算不算呢 把那图拿回来 快赶紧把图拿回来 是 没错 就是他 什么 烧了他 卫会长 快去赶紧烧了 是 卫会长 方便问一下 这图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不方便的话 你就当我问 我有什么不方便说的 其实送吴的人你也认识 我认识啊 方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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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应该呀 那天我看他很害怕你了 方威是惧炮我戏 父亲对 方振德 是的 方家野心非常大 从前几年 他们就开始进进浴室行业 一直跟我和曹家 曹家提供优质原始 而我请大事做工 以我的名誉 担保翡翠出品的品质 然后我和方家 一起行走 卫会长 您有工艺 也有销售渠道 何必再分一份蛋糕给方家 完全可以自己做 这里面的利益牵扯的太多了 不过我最近 方家想担飞 他们想直接跨过我 与曹家合作 想把我从珠宝行业中 寄出去 那卫会长 你准备怎么做 还能怎么办 他们想期待我的头 我一定要抱着他 明天是曹老爷的大寿 到时候 我好好羞辱方家一番 让曹家知道 我和方家 谁才更有势力 也行 我也去的 齐先生 你为什么要去 虽然方威跟你有过节 但那种场 我把你罚规了 齐先生 您别误会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那种场合 其实就是赤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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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 您手里的一个意 可一定听不过方 当然 我一定会帮您出口饿气 好好羞辱方家一番 你这么有心情 我知道 你这么有心情 当然 您也知道 方威来我店里干什么 哦 对 他就是来买读董的 想必 就是给曹老爷子 挑选礼物的 是的 他当时买走了一个翡翠的熟性线 我连他送的是什么我都知道 我到时候文文的压头 原来如此 不过 我去曹家肚臭 不是为了方家 而是为了 周燕 为我 周燕 你从我家出来以后 就一直有心事 是为你爸爸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在医院 你爸答应了曹老爷子 说要保证他的身体 可万一曹老爷子出事 想必曹家 一定会把这份责任 灌醉到你爸身上 是啊 他毕竟是我爸 我不可能不担心他 但是 如果他真的出了医疗事故 那也是得应该承受的 秦凡 我希望你不要去帮助他 我是真的希望 他能通过这件事情 找回他原来做医生的出现 那明天就在曹家见了 秦先生 行 明天见 我送你 小兄弟 加点什么样的货 我给你介绍 几个好的 过两天 这老爷子过收拾 我想挑些礼物啊 给他做受礼 你爷爷 朋友家的老爷子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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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这完了 这碗多少钱 五块 胡瑶了 即使是别人的爷爷 你也不能拿什么五块钱的东西去送货 那你说 多少钱 最近 曹老爷子收拾 你俩老爷子也收拾 那就 考个吉利 给一个友情价 不 老板 你这有情价也太高了吧 还有情价 你有朋友吗你 小小姐 你要觉得不合适 你还个价 我听听 我考虑考虑 老板 面倒你也认识曹老爷子 曹老爷子 那可是咱阳城有名的 翡翠原始大王 哪怕是这条古董街的 珠宝大王卫会上 也得给曹家几分面子 我就是混这行的 不知道 要是你小子 居然知道曹老爷子 看来也是懂行的呀 那这样吧 再给你便宜一万 四万怎么样 老板你看看 你这碗 要用面没用面 乌骑骂黑的 你也好意思要四万块 你懂什么 这是黑词 黑词就是以黑为贵 既然你也是混这行的 那你也好意思要四万块 你懂什么 那你应该听说过 听说过什么 咱们这古董街 前两天一黑词 卖出去一个亿的价 我这卖四万 我都感觉亏本了 我这卖四万 我都感觉亏本了 没想到 我的黑词都这么出名了 都成了街头尾箱的故事了 你小子装什么大头啊 你要是有那本事 还能上我这摊挑东西 你爱信不信吧 看在 曹老爷子大寿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 五百块 我感觉我平日里 就更能扯 没想到你比我还能扯 不是 怎么说 这个碗 你打算买完了 送给曹老爷子 怎么 不行啊 当然不行 送给曹老爷子 最起码得是六位数 我这摊上 顶多五位数 你就说你卖不卖吧 嗯 不卖 小兄弟 我看你人还挺不错的 这样吧 五千 五千行吧 一千 这个 他毕竟是个近代货 不是现代货 我也是啊 费了挺大劲才逃来的 怎么着 你得让我赚那个辛苦费吧 唉 行吧 我就多出五百 教你这个缝影 你小子 是个懂行的呀 哎 什么事都 人家一个学徒的 全手工紫杀服 都能卖一千足 我这费劲逃来的 才卖一千倍 真是亏大了 哎呀 亏什么亏啊 你想想 你摊位的古董 出现在曹老爷子的寺院上 哎 就当 跟你摊位也能招揽神医啊 你这小兄弟 还真是满嘴炮火 过两天 我也去参加曹老爷的寺院 到时候要看看 你去不去 到时候去 到时候去 到时候去啊 哎呀 恭喜恭喜曹小姐啊 祝曹老爷子 服辱东海 寿比南山啊 对对 祝曹老爷福星高照 寿担生辉 两位客气了 对了曹小姐 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没出什么问题吧 哎 今天是曹老爷子大寿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我是听周伯伯说 琴凡那个农民工 三天才在医院病房说过 说曹老爷身体不太好 想提醒一下曹小姐他 我们家老爷子啊 身体硬朗得很 就是啊 你看人家曹小姐见识多广 一个臭农民工的话 怎么能当真呢 哈哈好吧 我就是看卫会长那么相信他 还以为 是不是有什么扔本事 卫会长 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 就是那个臭农民工啊 拿着一个碗去当古董来 卫会长觉得那个是个真古董 您说这可笑不可笑 哈哈 可笑不可笑我不知道 但我家里也会有价值一个亿 而且我让他吃过饭 方嫂 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碗 方嫂 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碗 方嫂 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碗 人家方少身价几十亿 你不算赚一个亿 好意思在这里大吼笑叫 没错呀亲 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了 就算是你家祖坟冒清音 给你的楼下这个碗 哎 起码我能拿出一个碗救我吗 你方少离开方家你有什么你 你不也是从家里拿到这个碗 如果放在20年前 这就算什么呢 恰巧你们家正好留下了一件而已 恰巧 你怎么知道是恰巧 对吗 你们家还有啊 你现在就拿出了一件试试啊 对了 你今天来 是为了参加佐朗子寿宴 哈哈是又怎么样 你不会是又拿一个碗 来葱花吃吧哈哈 哎呀方少 哎我就不是个名呗 你说某些人怎么还有两个呢 我接着某些人 好像前脚在医院高所重啊你忘了 清凡 我们曹家不欢迎你 还是请回了吧 曹小姐啊 你就算是请他进来啊 他也未必能进过 月儿 你说的是真的 他脸皮是真厚 算吗 怎么来参加寿院 没有带寿 你说就算是我请曹小姐让你进来 你舔着脸赶金来呢 这不就是 哈哈 真让我猜对了 清凡 你又拿了个破碗进来 是 你又拿了个破碗进来 你不会说这个跟那个碗一样 价值一个亿吧 那我现在要拿出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就说就拿出什么正经的东西 他家要是随便拿出一件东西都是古董的 他还能欠医院二十万支援费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你 你这个破碗要真是古董 我当场趴下给你这个农民工当脚调 高颖 你给我当鞋 我怕脏了我的鞋 你 看来方少 是忘记上次在卫会长那里的教训 如果曹老爷子也认为这是一古董 那方少你是不是要打断去 打出去 这巷子手上有一个意 万一是从卫会长那边弄了一件古董 我可就出球了 恭喜曹小姐 贺喜曹小姐 祝老爷子授予天机 谢谢 哎小哥 你还真来了 不对 你不会真打算把这破碗送给曹老爷子吧 不是 你不会真打算把这破碗送给曹老爷子吧 这个老板 这怎么回事啊 我呀最近淘了一批货 去跑古董街练摊去了 我毕竟一向都是自产自消嘛 对 他这家啊 就是从我手里花一千块钱淘到近代吧 我没说错吧 我看他就是别有语气 清凡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像你这种不请自来的还是请回吧 今天是我爷爷的手段 我不想影响 曹小姐 今天来 是为了帮一位朋友 说来曹老爷的也命好 如果我今天不来的 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人 好啊 我给你机会你还敢锁着我爷爷 来人 哎 曹小姐您先处理 等等 曹小姐 今天你要赶我走 将来你一定会后 又来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是我结婚那天 有钟大小姐比你中娘 就是 你也不撒谱就要照着自己 人家钟小姐是什么人物 怎么可能看上你就是蒙民工啊 要我说 嗯 某些人就是赖行想吃醬 你是赖行想吃 子狂人 哈哈哈 哎呀把他给我丢出去 住手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这位是我卫明一起邀请来给陶老爷的助寿的贵笔 卫会长 你的贵笔就是这么所说我爷爷的 你什么意思 曹小姐 这话从何说起 卫会长 你就别在这装伤 这家伙一上来就说明年的今天就是曹老爷子的忌人 您真是要跟曹家决裂呀 没错 我见过老爷子 他的情况确实很糟 曹小姐 如果秦先生这样说 请你一定要重视 否则日后 追悔莫及啊 请你们两位离开我曹家 曹小姐 你别口有吕洞宾呢 还有呗 卫会长还学会农民工这一套 你说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啊 这个赌呢 就由曹小姐 来见一场 怎么样 赌什么 我们就赌 老爷子能不能顺顺利益 办案这个寿言 你想说 我也没办法呀 嗯 好了 那你说说 怎么个毒法 那你说说看 我们就赌啊 如果老爷子顺顺利益的过完了这个时候 你就趴着学狗叫 让我骑着回家 怎么样 好 我赌 金先生 你绑不到吧 还行 就这儿 那我就放心了 好 我们就这样去定 好什么好 我还没说完呢 我问你 我赢的话 你赢了 哈哈 我就趴着学狗叫 让你骑着回家 你怎么样 我没你那些变态兴趣 好啊 那你想要什么 我赢的话 方家出国公司 怎么不敢赌 怕了 好 赌就赌 那我们得立个字据 以免某些人耐账 放 才会耐账 可以啊 立字据就立字据 曹小姐 还请你做我们赌约的第三方见面 我就不 曹小姐 这里可是曹小姐 你必须做这个赌约 我见证人啊 你必须做这个赌约见证人啊 好 走吧 今天啊 骑狗回家 哈哈 秦凡 今天我就等着你给帮上 高云 你别得意 但收拾好了方威 就已 哦 那有本事你来呀 哈哈 啊 既然你们有赌约 那你就进去吧 不过我可警告你啊 如果你敢在曹家闹事 扰乱了眼睛 你还要把我爷爷的寿练 方威不收拾你 我们曹家可收拾你 我是来助寿的 自然都会影响 辣椰子的设议 嗯 哇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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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座位就在前面 至于你吗 前面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如果你想坐下来 就坐在四位上吧 前面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如果你想坐下来 就坐在四位上吧 曹小姐 我们是好心来为曹老爷子祝寿的 你们曹家也太没有代客之道了吧 我们曹家对待贵客自然用心款待 不过对于某些居心叵测的人 让他进来已经很给卫会长的面子了 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做 我不是卫会长 那怎么曹小姐看起来不开心了 你看错了吗 卫会长和曹家的关系可是很不错的 我最近听说一个消息 卫会长和曹家好像决裂了 嗯 谢先生 你怎么办 要不 你到我的位置上坐着 我去找别的 你到小时候 哎呀 小哥来来来这边这边 你看 曹小姐不给你这个会长面子 自然原来给 哎 这边这个 卫会长 你好 金先生 你认识他 昨天去古董街 为曹老爷子挑选受礼事 从他那儿拿来给小物件 你好 请问一下大明卫会长 小哥 我说你怎么说话 鼻孔朝天 你早说你认识魏会长 那曹小姐和方少爷 肯定不敢嘲笑你 曹老爷到 曹老爷到 我代表方家 攻克曹老爷子 呼入东海 寿命阑珊 方少爷有心了 坐吧 和大家都坐 前段时间曹老人住院 让大家担心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不错 曹老爷只要控制饮食 那是一定能够长命百思呀 爷儿 弄着干什么 赶紧把礼物送上去吧 父亲 曹老先生真的没事吗 会不会是没查出来 闭嘴 我相信你父亲 就相信那个农民工 还剩你那个女儿了 你赶紧 我送上去 好了好了 周院长 周小姐 也不是担心我的身体 周小姐 你看我现在 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我的身体很健康 昨天 还跟孙女去公园溜玩 关键 苍老先生 这是父亲送给您的寿礼 祝您老大逆状 儿孙满堂 好 这幅画 一看就是彭大师的真迹 周院长 有信了 这个彭大师 很有名 这个彭大师 很有名 彭大师是当代书法协会的副会长 像这样一副 有他全名款和印章的一幅画 至少价格在六位数起到 六位数 那确实挺贵 小别 话不能这么说 你要是愿意的话 再给我九千 凑一声 说着就也好听 你倒是挺会做生意的 我也有个语 先给曹老爷吧 这顾老先生的 石瓢紫砂湖 果然名不虚传 这是个好东西 顾老先生就不知道 顾老先生可是建国后 五大紫砂湖名家之一 上一次顾老先生的石瓢 排出去三百多万的 没想到你这摆地摊的 还挺有钱的 我也有贺礼献给曹老爷子 来人呢 给曹老爷献上 这是玉鸣珠 启行这么大的玉鸣珠 我还是第一次见 卫会长用心了 这玉鸣珠不简粘呢 一定是大师的手笔 厉害厉害 这东西要是在外面 至少两千万七仗 曹老爷子 这么多年了 您的眼力还是这么惊人呢 卫会长的玉鸣珠 的确是不错 但是在古代啊 多给女子 我看给曹小姐倒是不错 方贤之 你说我的玉鸣珠不合适 又不知道你的如何 方位不才 也就只能找到这件玉鸣椅 希望能适合咱们老爷子 寓意吉祥如意 不妙 部会长 看来你这次要在英国里翻床 怪不得 我说方家要和你撕破脸 为什么方位还要跑到你店里去买事 原来是搞神东击西 好 真是好增添 这可是上等的和田白语 玩了一辈子的玉 还没见过几块 这样品评 这绝对是玉中极品 再加上是手工 绝对是大师的手笔 是的 是国宝级大师亲手 厉害 厉害 这手工 只有国宝级大师才有的手笔啊 没想到 你们方家还有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 唉 没想到 我未明一辈子本赢 今天本贝赢浊了眼 不要紧 还有我 不要紧 还有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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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贺寿的 也是来去 你 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对吗 哎呦呦大家快来看看呀 这对狗男女终于不装了 哎呦大家快口号看看 这个人他以前跟我是男女朋友 可是背地里啊 他就勾得上我给你腻了 放手 你 你女儿是为了你好 别不是好的心 如果是这种好心 我那肯投河 我不需要 投 就怕到手 你直接偷胎去 周园 你先坐下 高营这个贱人对你的造谣 我迟早让他跪下来给你道歉 皇上 你看他 恐吓我 年儿不用怕 他现在已经自然 我都要看看他能送出什么样的兽 到时候 收业结束 我们一起骑着他去酒吧呀 好好好 我还是第一次骑人呢 方少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到时候 给赖给我 曹老爷子 这就是我代表卫会场 送您的第二份 曹老爷子 这是他一千块钱 从地摊上买的破东西 秦凡 你拿这么个赝品送给我爷爷 你是故意气我爷爷的吧 你和卫会长到底什么居心 老爷子 您也觉得这是赝品 东西是不错 是近代大家 鱼儿的 鱼儿的作品 什么 是鱼儿的作品 是鱼儿的作品 果然秦先生出手 就是不一般的 不对 鱼儿的作品 虽然不错 但也不是玉 为什么他说 我们都会玉装 这个碗的做工 还是太稚嫩 是鱼儿早期的作品 可能是战乱时期 鱼儿很多地方还没有做好 就匆匆烧制完整 算是一个瑕疵品瓷器 看吧 我就说它是个赝品吧 赝品算不上 只是个瑕疵而已 金房 你听到没 一千块钱你买这东西 算是为亏 但也绝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小哥 我没坑你吧 不过你想让我哭 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出手的东西 绝对没有赔本的 曹老先生 您再看看 曹老先生 您再看看这个 莫非是明代宫廷玉制 明中皇帝使用的金香玉碗 听说之后 全国上将 只挖出来过一件蚕色 金玉和鸣 金中有玉 玉藏金 没有一点人工分析 现在人们都做不到这一点了 这种绝迹 都失传了 秦先生 你又找到一件 国宝 巧 不 这绝不可能 不能啊 我祖上三代摸剑 我不可能看走眼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着这种东西的权品 小兄弟 我能把他带回家 好好欣赏欣赏吗 你们几个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这种食物 咱们能跟这个西式珍宝放在一起观赏 什么 欠了 此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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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松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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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看看 哎 好 周院长 怎么样我爷爷没什么事吧 曹老先生的情况很糟 有什么危险 怎么可能 周院长 您之前说过我爷爷活到一百岁都没有问题的 怎么 怎么会突然晕倒啊 曹老爷子肯定是被其万气到了才会晕倒 跟周院长没关系 对 一定被其万气的 血压忽然身高 然后就晕倒了 哎呦 我气晕了 太好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就是因为你这种捣乱的家伙 曹老爷子不生气才怪了 是吗 可我怎么看刚才曹老爷子说到贺里面 不生气反而很开心 那又如何呀 不管怎么样 曹老爷子也是因为拿着你收才晕倒 对 帮少爷说的没错 曹老爷子就是被他气的 倒是血压一下就升高了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清凡 你果然居心不良 从一开始你就说我爷爷活不过今天 我看我看就是人害我爷爷的 周院长可真不会甩我 血压高亏你说得出口 曹小姐 曹老爷子的检查报告里有血压高 曹老爷子的检查报告里有血压高 周院长 我记得之前爷爷提检的时候 报告带上可没有写我爷血压高啊 曹小姐 难道现在您还看不出来个好歹 你爷爷的情况很糟糕 如果不想他嫁祸稀叙的话 就让我说说 请秦先生 救救我爷爷 救救我爷爷 老板 姓方的 你现在来什么意思 恐怕你再来晚一点 曹老爷子就真的不行 你是怕曹老爷子不死吧 怎么会被会长 曹老爷子是我们方家的供货商 我们方家想要谁死 也不希望曹老爷子有事 倒是你为会长 听说最近 你与曹家 很多不愉快 幸方的 你少的是阴阳怪气 什么情况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不想跟你争论 事实会替我说话 曹小姐 这位是公孙神医 想必他的大名 你也听说 我相信 他一定把你爷爷治好的 早就听闻公孙神医 医术精湛尿手回春 请去公孙神医 出手救救我爷爷 曹小姐 你可想清楚 老爷子现在情况紧急 你胡乱让一个外人来救治 一个弄不好 老爷子可就一命呜呼了 到时候你再让我救治 恐怕我也无力回天 秦安 你一个农民工 还大言不善胡说八道 曹小姐 我们方家已经做到人日以静了 至于你相信谁 自己选择 我明白 请顾孙神医出手 我明白 我明白 请顾孙神医出手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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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愤 마음에 这 Anders 让他说 散 decis 远骞 咱们 wears 一樣 我看啊 某些人今天 就是存心來害曹老爺子 來人 把爺爺回到 我要去休息 二位 我們操家不歡迎你 還請你們立馬離開 啊 唷唷哎唷 唷唷 怎麼可能 告訴神医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道理啊 我這一針呢從未失守過 爺爺爺爺 你不要嚇我啊爺爺 衛會長 人家都下逐克令了 我們在這也不太好 走吧 秦先生說的是啊 既然留下來惹人厭 還不如先走 秦先生剛剛都是我的縮 你大人不就想人過 你救救我爺爺吧 這裡不是不歡迎我的 你放心 我就是給他一個教練 而且今天我本來也是那句話 爺爺你終於醒了你嚇死我了 爺爺你終於醒了你嚇死我了 怕不怕 爺爺還在爺爺還在 哎呀剛才不知怎麼了 一下子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現在我感覺好多了 身體也舒服多了 對了不知剛才是誰救了我呀 或是剛才是誰救了我呀 爺爺是秦先生救了你 多謝秦先生 不計前嫌仗力施救 請受我一拜 胡說 分明是公孫神醫出手 曹老爺子才醒來 秦凡他根本就是在簡陋 曹大小姐 曹老先生 你們可別被他給騙了 是啊 曹老 分明是公孫神醫救了你 和秦凡沒有任何關係 曹大小姐 曹老先生 他這來搶公孫先生的功勞 沒錯 他一個農民工 怎麼可能 藝術比公孫神醫的藝術還要好 我看 就是公孫神醫的藝術效果發揮的慢了點 將他鑽了空子 剛才救人的時候都不說話 現在人醒過來了 開始懶功 你們不去當律師真是取材呀 就是 看你藝術不錯 怎麼 你也跟大家一樣 覺得我求你功勞 嘿嘿 不敢不敢 敢為這位先生 你剛才用的可是 九轉回魂針 早知道有你這位聖手在此 我之前就不該把門弄虎了 各位 有這位先生在此 曹老先生的身體一定會沒事的 我也需要回去好好專業一番 告辭 多謝秦先生救命之恩 秦先生 剛才說我有眼不識泰山 請您原諒我的無知 既然曹老先生身體 已經恢復了 我們就放心了 我們就先走一步了 哎 等一下 你今天已經得意夠了 你還要怎麼樣 難道 你想把老老先生的身體健康 都不可以在我們身上嗎 想破我們方家的張水嗎 我可沒這個意思 我只是覺得 方先生帶著公酸成衣 出現的時間是太久 至於有沒有好意 那我可真不止 你 不過 你已經是我 是吧 方少爺 我跟你的賭約沒有分出勝負 怎麼著急走 什麼賭約 什麼賭約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方少 白紙杯 上面都有你的簽名和手印 怎麼 堂堂方家大少爺 想奈讓不是 我 我怎麼可能會亂想 好 方少爺 毒品是真的好 方老爺的 我想問您件事 秦先生客氣 您講 我想問 我送您的獸禮 算不算古董 如果今天您送的獸禮 不算古董 那麼世上 就沒有幾件真正的古董肉 好 那我再問您 我這個古董值多少錢 這個金箱玉碗是無價之寶 要非給出個價格 我想 十個億是沒有問題 如果沒人要 交給國家 國家給的價格也不會低於這個價格 方少爺 聽到 我這個東西 不管是一個業還是業 它都算是摘兒八頂夫 現在 輪到方少爺這些女兒 不是 到底怎麼回事 我 我 我 你看 方明骨髮公司 拿去做了賭桌 你腦袋進水啊 你腦袋裡難道都是屎嗎 你哥秦凡的報紙 報紙的是古董 你想 正常人誰會用報紙票嗎 怎麼也應該用理他 他就是在陷害我 我 秦凡 賭約 我們認了 但這賭注 我們有沒有的商量 商量 方先生 如果你覺得今天是我輸了 光少爺會怎麼商量 你的意思 我们就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我儿子范薇在这家的股份 不超过百分之十 他所做的一切代表不良公司 所以说你那个赌注 我很难以兑现 呦 方先生 你这是要赖账的 不过这件事是由曹小姐见着你 曹小姐 你怎么说 这件事确实是方少的问题 如果他没有这个权利的话 当时对赌的时候就不应该提出来 现在输了才说这话 你怕不妥曹小姐说的对 江湖上的低下了赌注输了 要么筹出同等钱 要么断手断脚 方少你选哪一个人 方位 看来你把师傅打算帮你 要不然这样 我公司也可以 你自己说 爸 爸 快舅舅 我不想没赔到 你够狠 这样 我公司 市场的七成 跟你们钱怎么样 好 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这个公司 什么也得值 三个亿 七成 就二点一个亿 如果你们现在 要我去修建 我也暂时抽不到这么多钱 如果你们不给我时间的话 你们就剁了这个畜生的手和雕口了 可以啊 给你时间去走钱 但是钱没到位之前 方位必须留在我手上 到时候 我们再交易 爸 你不能让他们给我带走 爸 我是咱们家的九代单纯 咱们家的笑话 你把格子给他 给他吧 够了 爸 你这个水货 败鸭子 魏明 秦凡 今天的事 记住了 喂 我是方正德 请将方明珠宝公司的七成股份 算到秦凡名下 要快 这回 你不满意了吧 你们可以去查查了 去 放心 我这个时候是不会赖上的 我当然放心 只是这位秦兄弟未必放心 你 我 公司已经找到你们家了 方位 这次我先放过 下次你要还敢扔我 你们方家就不是损失一间公司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走吧 行 不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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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你休想从这走出去 走燕 是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 是我 是我一直嫉妒跟美貌和才华 是我 是我嫉妒你靠边当了叫我失去 所以我才会污蔑你和千万有一腿的 我可以变我下见我去 高零别这样别这样你打我 你打我我 高零 既然你怎么知道错了 就改正就可以了 我原谅你了 现在你就原谅他吧 别再让我清晓这个 快去了 否则的话 我不会放走 谢谢 高院长 你管想怎么回答我 呢 你这什么 我最好想整理 灯兽 你最好想清楚 怎么回答我 曹小姐 我冤了 从草老先生的花印丹来看 那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要不 你去找其他易碎人家 看一看 周英勒 你最好想清楚怎麼回答我 曹小姐 不如我來說兩句 秦先生 您是我爺爺的救命恩人 您且說 剛才就連公孫神醫 都沒有檢查出曹老爺子的真正 那我想周院長的學藝不驚 看不出來應該很正常 他總不能比公孫神醫還要強 倒也是 既然曹老爺子沒有事的話 曹小姐不如您大人有大量 放住 秦先生說的對 你就原諒周院長 好吧 爸 今天幸福有情分 否則你埋回就到了 小子你給我記住了 你別故意埋好 我會對你感恩戴德 你耍了手段 我告訴你 陶老先生的事 你 他真的 你說他有事他就有事了 我告訴你 我不會上就當 別令我 我同意把周燕嫁給你 門都沒有 爸你怎麼 秦坊 實在對不起 快了 曹小姐 曹老爺子 今天打擾您的寺院 實在不好意思 秦先生說的什麼話 如果不是你 今天老頭子我就要去見閻王了 那老爺子您好好休息 曹小姐 告訴我 秦先生 我送您 今天多謝秦先生 不計前嫌 出手相助 日後我們曹家 一定會回報秦先生的 不必客氣 我也是受人所托 秦先生真是直爽 我先回去了 有空一起吃飯 小兄弟啊 今天真是讓哥哥開了眼了 厉害呀 那你哭了沒 誰能想到啊 那麼普通一個碗 它裡邊居然藏了那麼大玄機 好了 下次我幫你長眼 保證你不會漏掉這樣的寶貝 咱可說定了啊 以後常聯繫 回頭有空 一塊喝酒 哎 那個二位 我就不打擾了 告辭 秦先生 沒想到你還真收了這家伙的名片啊 這個人挺有意思的 以後有用得著的地方 那倒也是 哦 對了 秦先生 今天我可得好好感謝你 要不是秦先生今天力挽狂瀾 估計我也要出球了 沒想到方家竟然用了一個聲東吉西 讓方威去我古董店裡 買古董嗎 麻痹我 我也是凑小 沒想到宋特壽斂 剛好也是玉淚古董 不过话說回來 你不覺得奇怪嗎 奇怪什麼 曹老爺的身體 媽 昨天 我一定讓情緒好看 你還好意思說 我一直跟你說 在外頭要沉迷一點 你竟然把公司拿出去做底呀 你腦袋裡裝的都是大份嗎 爸 這我哪能料到 秦凡他已經賣掉一個碗 誰能想到 他又從地攤老闆呢 搞到一個古董了 那個老闆 賊美六眼 你看 就是古董界的老油條 他怎麼能給秦凡古董 我想 肯定是秦凡從家裡拿出來的 這怎麼可能 他家有那麼多古董 怎麼不可能 他既然能拿出了第一件 就可能拿出了第二件 是不是 那個地攤老闆和秦凡 一起嚴格 這個仇我記住 不過爸 我們真的要把公司給秦凡 用不了幾天 整個陽城的古董 都會給我們方家了 区区一個公司 就算我賞給秦凡那個要販的了 就算是給要販 我也不想給秦凡那小子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就算這個公司給了秦凡 他一個農民工 懂得經營嗎 就算為民幫他經營 又怎麼樣 事成之後 看落過方正德的臉面 他秦凡 要休想活的離開 楊城 對 我一定讓他死 在他死之前 我讓他看著 我玩他的女人 玩他的女人 這個簡單 真的嗎 騙你不成 哈哈 好 哎呀 姐 臭小子 明天不見又慘了 我去參加了一個朋友的生日宴會 哦 皇上的宴會啊 還好 哎對了 我聽說你把媽的病治好了 真的假的 你去問問咱媽媽就是 當然問清楚了 我就是沒想到平時你在公地幹活啊 還尋了一身本質啊 那正好 我伯伯啊 介紹了一個還不錯的姑娘 後面去看看啊 姐 相親就不用了吧 我又不是找不到你不用 哦 就是 你弟弟又不愁找女朋友 媽 他哪來的女朋友啊 媽看之前來講一下那個周燕就很不錯了 他對你弟弟啊也有這個意思 媽 周燕是個好姑娘 但是你仔細想想 人家是院長的女兒 長得漂亮 學歷又高 人家能看上咱家小環嗎 別做夢了 難道你忘了高一人的教訓嗎 也是小環 你姐說的對 媽 姐 我婚事的事情你們就別操心 小環 結婚媽也不是說想被逼人結婚 但是確實是 這次我不會介紹的這個姑娘啊 真不錯 重點是 人家呀 就想找一個腳踏實地的老實人 哎喲 姐 這老實人可算了 我可不想當老實人 說什麼呢 那腳踏實地平平平平平的不好嘛 要不當初父親為什麼給你娶一個帆子啊 姐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小環 你聽姐說 姐知道 你喜歡周焰 對不對 但是 你仔細想想 你覺得你們之間可能嗎 他父親 對你成縣那麼大 你覺得呢 好 姐姐 看你臉色不太好啊 爺爺忽然病倒了 家族亂成了一團 為了穩住局面 父親考慮讓我載給唐家的唐天來穩住局勢 什麼 唐天 就是唐家那個吃喝嫖賭樣樣俱全的二少爺 不行啊姐 你不是跟夜王兒子有婚約嗎 唐家真是瘋了 要是這樣的話 他們會得罪安逸組織的 問題就出現在這兒 這夜王的後代都現在都沒有消息 按照約定 再過一星期 如果我們還沒有宣布訂婚 我們的婚約就自動取消了 啊 這算什麼約定啊 這本來是雙方家長希望我們能兩情相又互相喜歡 最後自願在一起做的一個約定 只是沒想到 現在出現了這種局 這可得想個辦法 唐天真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明白 所以剛才我才找了個考察陽城投資環境的理由 推通了這周暫時沒辦法回去了 這最後一個星期 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確實得想個辦法 得一周之內 讓夜王的兒子見到你 並且你倆結婚 是啊 這夜王的兒子 他在哪呢 哎 不說這些了 姐咱們去吃飯吧 我看到網上一家飯店特別好吃 走吧 張華 婆婆 小叔子怎麼在這裡啊 怎麼了 有問題嗎 我家張華和秦凡差不多的 這一次相親 相一個也是相 相兩個也是相 你沒看電視節目上 一群一群的相親嗎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可是你之前跟我說的時候 也沒說張華也要相啊 怎麼 你家秦凡可以相親找對象 我家張華 就可以打黃貝 我不是這個意思 秦蘭 你可別忘了 這可是我朋友介紹的女孩子 我能夠讓你弟弟來相親 就足夠給你們家臉 變成這個也不要臉 就你弄你這樣 就是一個工地搬磚的 能跟我家張華挺嗎 我們家張華呀 可是海歸瘦 馬上呢 就會進入一家大公司 年薪三十萬企業 就你這種廢物地 跟我在一起相親 都夠他回去跟農民工 缺序一輩子 還要怎麼樣啊 是嗎 哎我無所謂啊 但是人家要看不上你 你別倒出來 再來什麼 你放屁 就我們兩個站一起 瞎子都能套下去 那個對不起啊 親家 你這件事都怪我家秦蘭 他沒有聽清楚 你好了好了 你請來快坐 快坐 小凡 對不起啊 這一次是我沒弄清楚情況 我這個婆婆 肯定是想讓你來當綠葉 來襯托他兒子張華的 沒事姐 我本來就不想相親 這次就安安問問 當一次綠葉好了 謝謝你啊 這一次是姐姐錯了 下一次姐姐一定了解好情況 再帶你去相親 姐相親真不用 唉來了 趙小燕姐 陸先生 不想你啊 快請坐 請坐 請坐 哎 趙小燕姐 這腳就是像孫子女兒的農工啊 沒錯 沒錯 他就是我那個上門星的兒媳婦的弟弟 叫秦凡 本來呢我也是不想讓他來的 但是我這個媳婦啊 死皮賴臉了 非得呢求我啊 我這個人呢 也愛不了面子 就讓他來了 不是我沒有我 你要請你玩什麼 既然你想娶我女兒 我們家也不是沒有用性的懷念 說什麼啊 什麼學歷啊 學歷 算是高雄畢 高雄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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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錯吧 是跟高雄學歷的人都要去 相親了嗎 你這樣不這麼自信的嗎 鄒小姐 他連大學都沒有上過 就是井底之蛙 我們現在一號學 知識冤 為人一千倍 別跟這種普信男溝通 鄒小姐 聽說你是留學生 你學的是什麼專業啊 我學的是設計 中文學的學生 做一個設計 現在剛剛入職方明珠寶設計公司 擔任設計師 方明珠寶 這不是方家 輸給我的珠寶公司 你這種工地翻證的 當然沒有錯過 跟你嘴試是哇 鄒小姐 咱們就不要和這種農民工溝通了 你這麼優秀 公司已經絕對萬物了 謝謝鄧先生 快給鄧先生倒酒 鄧先生 我敬你一杯 我乾了 對了孫桃 你學什麼傳業呀 國體心 年紀漢 哈哈哈哈 我做什麼不用你操心 我懂得不多但夠用 夠用 這夠學端盤子啊 還繼續搬磚啊 這種人啊 跟我們坐在一張桌子裡吃飯 我敢去跟他坐在一起啊 這杯飯 都是嗖的 哎 鄧小姐說的沒錯 跟你們在一起啊 我也覺得 你 你媽姐 看來這個鄉親沒有必要繼續下去 就讓他們繼續 來回家 你這樣就對了 秦凡 我告訴你啊 你還是有點去知名的 有什麼意思 你可以帶著你的老媽子 不是你姐是誰嗎 必須得 我姐留下來下去 你們 你爸爸收了 你小叔子也是我幫忙找人才留下的公司 不要動了 跟我三星 做夢 秦凡 你姐都是個二手過了 而且是個客夫妙 鄧先生能相忠 也是他的徒弟 你公閉嘴 人虛久還家暴 他醉酒出身 或是他最有應得 他媽比你哥也好不了 鄧叔 恭喜 祝你以後恢復的生活 你酗酒還家暴 我沒有 我平時我都不喝酒 你提醒了撒謊 你剛才喝了一整杯酒 臉都沒紅 我我沒我我我平時我都不喝酒 哎我最近酒量 秦凡 你他沒有手再說別試試 誰給我衝你啊 要不吃過來 試試看 臭女子 臭女子 你別給臉妙 你 老子能看上你這個臭子 雙是你的首起 哎 如果你跟著我 你弟弟的工作 我也能找上幫你安康 衝比他在工地搬磚牆 你對我想清楚 姐 不用擔心我的工作 你怎麼想的就怎麼做 放心有我在 你不會說半年回去 雖然他的條件好 但是我還是不想嫁 豆先生 聽到了吧 我姐不行好了 相親到此接受 這就是你寶梅的結果 我告訴你秦蘭今天要給付嫁 我女兒跟你兒子的事你想都別想 你兒子也別想靜冰溪 還有 你的這個人 你要原方不動的給我拖著 姐媽咱們走 給我站住 起來 當初我兒子出病的時候 你是怎麼跟我保證的 你是不是說要不受我一輩子 養我一輩子的 你害死了我大兒子 你還想害我小兒子嗎 你想讓我小兒子早在老婆嗎 你少在這撥起 拿我解冠錢 換你小兒子錢 你還吃個人嗎你 你個沒良心的 還是我大兒子 還想害死我小兒子嗎 笑 那個混蛋死了之後 我姐給你們一家當牛座 工資也都大部分給 辛辛苦苦伺候你們一家不說 你們連一句謝謝 現在還要把他賣掉 你們試吃百米飯糧 吃的是塑料吧 你小說兩句吧 親子母 秦蘭的事啊 你讓我們回去考一考一 怎麼樣 要把我家當牛座 你等一下 你什麼 你就給我家 誰 媽 進去 我現在 自己 有 他 我借住 這可是你寫的証証書 你當時跟我怎麼說的 你是不是說要養我 要給我送送送啊 你現在想 門都沒有了 如果今天你出了這個大門 我明天就去法院 借 錢的事情你不用擔心 沒必要為了你這一點錢 把自己推銷過來 不是 你少來這套欺負我姐老實人是嗎 說 你這怎麼樣子 今天如果你們家要把他拿回去 可以 賣事 你拿出一百萬 如果拿不出來一百萬 哼 你姐必須嫁給鄧先生 不就是一百萬嗎 你 這裡有一百萬 不看這張卡里啊 連一百塊錢都沒有吧 那哄我 門都沒有 你哪來這麼多錢 姐 這筆錢是我最近剛剛振的 裡面可能不止一百萬 大概有一個小目標 小目標笑死我了 人家真正有錢人的小目標是你的你 你的小目標是什麼呀 一萬 千 怕不是一百萬吧 大人說話你給小孩子不要插嘴 你他媽說誰說小孩呢 連工作都要靠賣手子去 趕緊刷 刷完了把保證輸給我 哈哈哈 我今天真是大開眼睛 怎麼 確實是有點小 不過這年頭 誰能天天帶著個泡妃機給你刷 你要是真有本事 慎長什麼啊 也行 賬號 上面有賬號 轉吧 直付寶到賬一百萬元 這不可能 小凡 你哪來這麼多錢啊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我最近佔了一個小目標 這絕對不可能 清凡 你就是一個農民工 你哪來這麼多錢 我明白了 他這錢絕對是不乾淨的 乾不乾淨和你有什麼關係 保證輸給我們家和你們家 再無瓜葛 我是說的對 你這個一定是賬款 保證輸不能給你 我看 你是想買賬 確實你可算是玩耐的 你這是賬款 你遲早要被追回去的 我勸你啊 還是趕緊自首去吧 新蘭 你看你這地 竟搞那些歪門血道的動作 現在放個份 遲早得進去 不過 你要是從了我來 我倒是能為他找個好律師 哈哈 小樊你快說這錢到底哪來的 媽 姐 你們還不相信我做人嗎 這筆錢是我憑本實證的 你們就發現 看也不看 就說這筆髒 就是想逼我姐賬給這個東西 今天這件事 我本來想給的錢算 沒想到你你一個人都這麼不要你 別怪我不客氣 不客氣 那我倒是來心 我這家看看你是怎麼不客 姓豆子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那你看不出來嗎 你要是不對我不客氣 不客氣對你不客氣了 哈哈哈哈 好 魏會長你在哪 欣先生什麼事 國際流言飯店 我在這 你過來 好我知道那 姓豆子 本來你可以不客氣 但現在別怪我不客氣 你一個小小的農民工 還學電影里 五角仔看多了吧你 你能找的什麼人 大龍 我 你也 呸 我給我抓著 好好地教教他怎麼做人 住手 住手 拿我強迫別人嫁給你的 哎呀 我今兒運氣不錯呀 又來一小美人 你要跟他一起來服侍我吧 還行啊 來把他一個給我抓著 是是看誰敢我敢 親豆子 看你這可是忠家大小姐 你想想忠家大小姐來了 我知道 不管是他就是忠家大小姐 你說 會小姐 啊 來人 都跟我帶走 是 今天晚上 你需要給你兩個女人 好他主 嘿嘿嘿 魏先生 那我兒子幹個鍋子上 你不能看過我女兒 能不能看人家兒子了啊 無所謂 既然有共同話題的話 相處一下也不錯 哎呦 敢吃我 給我打我自己打 你剛才說要打死誰 魏總 你怎麼來了魏總 魏總 你怎麼來了魏總 魏先生 你沒事吧 沒事 你死不了 忠小姐 你怎麼也在這兒 忠小姐 真是忠小姐啊 他在這裡的問題 你自己就能處理 這幾個拉子的消息 我在外面等你 魏總 幫我查查 他們是不是方明珠 好 去查一下 去 走 親先生 這裡到底發生什麼呢 就是這幫人 逼著我姐 架著一個王八蛋 還敢對忠小姐用牆子 什麼 魏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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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放過我魏總 哎呦 滾 隊長 查清楚 這個鬥劍 是方明珠寶的 負心儀狗 實際上就是幫方家做一些髒話 對於那個鬥 用塞進去的規劑庫 剩下那個張法一批 不能我開 哎呦 謝先生 你想怎麼處置這個鬥線 既然他這麼喜歡玩女人 那就成群他 讓他和那些 同年齡的阿姨們玩個夠 玩不慘塔 不要讓他閉眼 不要好危險 我不知道這個先生跟您認識啊 我要知道嗎 給我一百個打的我也不敢了 魏先生 哎呀 你瞎眼 這是方明珠寶的新總達 你也 啊 啊 秦先生 他就是秦總 不可能 就是啊 他一個破班專的 怎麼可能是孟明珠寶大老闆 還真專 秦先生都是曹老先生敬仰的古董介紹 就算班專 人家秦先生班子也是金專 好了 你免 跟這種垃圾廢文化 把這個姓豆子破裂去 打殘餵 等下 我可是方少的人 你們看那方少的面子 也不知道這麼對我呀 方少 方威啊 你不提他的吧 我或許還能扔你 可現在 遲了 說了他你沒機會 你不是喜歡 每年生子 這樣 你們父女倆 給未會同一身 好好算學 攒夠錢 把你女兒的生活好舒服 秦先生 我也是為這件事來的 秦先生 我也是為這件事來的 我也是為這件事來的 什麼情況 得到消息 方家已經出手了 情況不妙了 要不要 先抓幾個人過來審一審 你的意思是 這個姓豆子 以前是給方威擦屁股的 必須知道一些東西 要不然 讓我們審審 你看著辦就好 如果他不招的話 記得上點東西 那感情好啊 我還擔心秦先生 怕我手段過於激烈 沒想到 咱們想到一起去了 我我又沒那麼愈 把他們帶下去 走 我什麼也不知道 都是東西 他讓我那麼做的 我什麼都沒做 保證書呢 以後要再讓我看到 你騷擾我姐 我一定讓你到街上要飯去 不要懷疑我的能力 別說到做到 我再也不見秦蘭了 我要看見他 我就要到走 我以後我看見你和秦蘭 我也要到走 秦蘭 以後 我們再也不要見面了 不 姐 你自由 但你必須保證 不能欣負他 否則弟弟以後 只能讓他們上街要飯去 小凡 你老實交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凡 你跟我老實交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小姐 老夫人 你們不必擔心 秦先生不僅醫術神廟 而且還是我們工農界的大師 要我說 家也十日 以秦先生的資歷 身家 要翻到十倍以上 這樣 對不起啊 小凡 我以前不知道你說的這些是真的 姐 你說什麼呢 別怪 我以前再告訴你 哦 對了 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啊 這是紫禁山別墅的鑰匙 裡面已經裝修好了 郭會長 你安排一下我警察 你們想直接入住的話 也可以 裡面的日常使用東西啊 已經準備齊選了 你們可以隨時拎包入住 我就說嘛 我兒子一定會有出息的 是啊 你弟弟有出息了 姐姐可真聽你高興 好了姐 和你們見到房子再高興也吃 我還要跟郭會長看你睡覺 啊 好 你們忙 那我和媽先回去 回來了 郭會長到底出什麼事 曹老爺子 什麼 這怎麼看著 曹老爺子在公園被搶劫了 劫匪搶完錢之後 給曹老爺子捧毀了 搶劫有些什麼 沒了曹老爺子不影響你 影響太大了 沒有曹老爺子的支持 明天育王爭霸可能會出道 聽說方家請來了一位真正的高手 育王爭霸是什麼 育王爭霸 是陽城每年第一屆的翡翠原石貿易集市 各大主播公司都會派出最好的師傅 去現場 選料 開料 以往都是曹老爺子代表我們和曹家 親自採用 並且每次都能開出最好的料子 原則育王爭霸 這稱號有什麼用 育王爭霸不僅僅能抬高公司的名氣 接下來還有一年原料在本地銷售的定價權 如果定價權被方家得去 那麼對我們和曹家 甚至是秦先生的公司都是致命的打擊 如果涉及到定價權的事 確實比較麻煩 不過衛會長 沒了曹老先生 難道您就沒有其他的選料大師嗎 這方家才涉足到珠寶後面 我想 應該不會比衛會長地獄很深吧 正常情況下 他們肯定不是我的對手 但我聽說 他們請來一位真正的大佬 高大師 此人近年來的戰績 甚至在曹老先生之上 我手底下的選料師 除了曹老先生 都不是他的對手 高大師 哎秦先生 既然你懂古董 那你懂不懂賭石啊 我沒試過沒把握 哎 那個高大師到底什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是選料的高手 我知道 這位高大師 是國內首居一指的賭石大師 單從賭石方面來講 他的實力 恐怕還要在曹老爺子之上 那他怎麼會 和方家車上關係呢 方位施加很好 你就沒想過 他為什麼會追求不如周燕漂亮的高銀呢 高銀和高大師 有關係啊 好好好 會長 那個洞先生 剛剛突出一些事情 可能跟親切人 什麼事 剛才 方威把周小姐給補充 帶到了他的私人 聽說 方威 我們在等 欲亡突破之後 就帶周九姐出來去 什麼 周燕怎麼會被綁家的呢 好像是周燕的父親 給自己的女兒想要 把周小姐給補充了 然後再用斗線找到斗的手 遊艇在哪 斗線說他們只負責綁人 但是遊艇是方威私人的 上面都是他的情人 他們在接到人之後 就開始走 現在 我有委託 你們查到了 我 這意識很難呢 我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人 我可以 真的 當然啊 新人遊艇也是要報備的 我們周家聲音滿天下 突然找個關係查一下 這並不 請周小姐務必幫我 日後 我一定報答你 放心吧 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把人給你帶回來 多謝周小姐了 你先別著急 我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您說 你也別緊張 我的條件很簡單 剛才聽你們說 豫王爭霸賽 我也忽然來了興趣 明天啊 我也會參加你們 楊城的日王爭霸賽 到時候 如果你能贏了方家的高大師 和我們中家的李大師 我就幫你一次 好 咱們一言為定 真沒有私 我對這類東西 一下很有信心 那我們拭目以待 你不懂賭食 怎麼會這麼有把握 沒把握 不代表我不行啊 衛會長 你去準備一下 這一次啊 我一定要讓方家 付出足夠的代價 這一次恐怕很難呢 方家輸了 只是輸了一次 很難動其根本 方威殺害周焉 方震德殺害曹老先生 這些還不夠 可是這些都沒有證據啊 沒證據 這樣還不解 制造正經濟 這樣可以嗎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 對付餓人 這樣比他更餓 只有這樣 我們才會一次 我覺得 這個自產自銷的家 一定能 我說姐 你也真是的 你沒事去管那個農民工 幹什麼呀 你看看 你多管閒事 差點把自己給搭進去 萬一被占了便宜 你說你多虧啊 不虧 我發現了寶貝 寶貝 什麼寶貝 秦凡 秦凡 他也算個寶貝 要是這樣的話呀 全世界的農民工 都成鑽石了 那是你們狠愛的看法 你就沒發現 這麼短時間內 他就用了一些大公司 他絕對是個人才 人才呀 現在遍地 都是壯大運的人才 你看 就咱家 不也有很多人才嗎 都挺優秀的呀 你不懂 那些人 我一眼就能看到他們盡頭 唯獨他這樣 我完全看不透的 確實同一個 哎呀姐 你沒事管那個農民工幹嘛呀 現在唐家的事已經把咱們搞得焦頭爛額的了 他又沒法解決唐家的問題 我覺得倒未必哦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唄 我要去聯繫林大師 明天我跟林大師一起去洋城的原始貿易集市 參加他們的豫王爭霸賽 來走一走看一看 來走一走看一看 行行行 曹小姐姐 說什麼呢 人家好夢幻想這事 好解 今天豫王爭霸 本小姐懶得搭理 費勒衛先生 你的選料大師呢 沒來嗎 哦 難道 你們說的選料大師就是他呀 怎麼 我不行嗎 不是我小看你 而是在選料方面上啊 需要長年累月的經驗和積累才行 你年紀啊 還是太輕了 雖然說可能在古董上有獨特的見解 但是在選料方面上 沒有歲月的積累是不可能有劍術的 來 我身邊這位呢 就是我們曹家的呂大師 雖然說在選料上火候尚且不如我爺爺 但是他的眼光可不是你 難道你曹小姐 看選料大師不是看他的眼光 而是看他的年紀 佩服 實在佩 魏會長 我說的對不對 你心裡有數 是 我願意相信秦先生 是嗎 那看來這次 只能靠我們曹家力挽狂瀾了 如果你們曹家真的有能力力挽狂瀾的話 我相信魏會長不會專門請我過來幫忙 那我們就 等著瞧了 魏會長 你仔細跟我說說 這個欲王爭霸 具體是怎麼爭霸法 這位先生 你連欲王爭霸是什麽都不知道 就敢跑來跟我們來比選料 魏會長 你還是多聽我們小姐的意見 及時止損呢 還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非要讓這位先生去選料 恐怕魏會長 今天你可以做錯 魏會長 又不這麽誇張 沒錯 每次進料子投資都很大 幾億 實際上是很正常 一旦出現虧損嚴重 資金鏈就會出現問題 危機到公司的生存 是嗎 那看來我得認真點 放心吧魏會長 我是不會讓你虧損 哈哈 魏會長當然不會虧損 因為他一定會破產 秦凡 今天你就等著破產 到時候我就看你 跟你那個沒用的老媽子 和你的客夫的姐姐 一起上學期 方美 你別得意 曹小姐 如果 你現在同意走的小三的話 我或許呢 能給曹家留口堂口 否則 你就會跟秦凡和魏會長一樣 一起去上街起頭 現在誰輸誰贏 還不知道 怎麼 那你覺得我會輸嗎 是高的 你怎麼會在這 我女兒在這 我當然也在這兒 女兒 你說的 就是他嗎 是的 爸 就是你仗著為您欺負我女兒 好 那今天這筆賬 咱們就好好算 你女兒這個賤人別說我沒欺負 就算我欺負 他也不跟 聽說你喜歡打賭 聽說你喜歡打賭 那麼除了這個欲王爭霸之外 咱們再打的比 你又說呀 你想怎麼 那今天 這些所有的料理 咱們比比誰開的玉品質最好 如果我贏了 我要你一雙眼睛 如果你輸了 如果我輸了 我也留下一雙眼睛 高穎 恭喜啊 你父親剛回來 就要變成瞎子 哼 我爸才弄手 你還說什麼 你應該會不敢動手 這麼熱鬧 竟然如此 不如算我一個 重小姐 您就別開玩笑了 如果您輸了 沒瓦眼的話 我們這些人 也不敢動手啊 我就來測個熱鬧 如果這樣 假如最後是我贏了 那高大師和琴棕一場 就都來我專家工作 對我專家工作20年 假如最後是我輸了 那我今天所有贏的管項 我都轉贈給贏的那方 如何啊 無所謂 我是不在乎 多點免費的材料 你就等著背包眼 既然鍾小姐都同意了 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但是鍾小姐出手的話 我估計 十個億都打不住 那 這麼多好料子 我也就沒什麼好拒絕 那就這麼說好吧 我們開始選料子吧林大師 林大師 你竟然在這裡 既然大象爹有命 老夫自然得跑一趟 經常在緬北看料 偶爾啊 也回國去看看 還真挺不錯的 取選料子 我們走 周小姐 你放心吧 周小姐不會有事吧 但前提是你得贏了我 否則的話 你這輩子都別想見的 那我一定能見的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林大師來了 高大師也在 看來這次 真的懸了 這個林大師很厲害 林大師是賭師界的態度 是當今世上 風師級別的人 那看來比這個高大師厲害很多 林大師經常在緬北 不在國內 但是這是方向的通常 誰受賢優才不好說 必定是掌龍爭胡鬥啊 原來是如此 毛頭小子 你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那兩位 那可是選料界的大神級人物 你跟他們去搭託 你是找死吧 陶小姐 咱們還是抓緊時間去檢料 如果運氣好 咱們還是有贏的希望 如果跟這幫人在一起 會影響咱們的氣運 魏先生 那你好運了 秦先生 我們現在怎麼辦 不急我也會說 我們現在在這裡逛一逛 你跟我說說 這裡到底什麼規矩 秦先生 你連規矩都不知道 你怎麼跟高大師對賭 慾王爭霸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分別從四種不同品質的料子裡 選出自己最心仪的料子 當場切開售賣 誰賣出的總價最高 用的成本最低 誰就能獲得慾王的稱號 也有了每種品質料子在集市上 售賣的定價權 怎麼了秦先生 這邊的料子分為幾種 完蛋了完蛋了 感情秦先生是純純的新手 連料子分幾種都不知道 我們要去外面看看 秦先生 外面的料子都是邊角料 品質最差 咱們周圍的都是普通的料 裡面呢才是高貨和極品的料子 我懂了 那咱們先去外面看看 秦先生 一般情況下 我們應該去裡面挑 極品的料子才能開出更好的粉碎 去晚了 都被別人搶走了 別急啊 別人都進去那麼久了 要搶也早就搶了 我們去晚了也沒用 我不喜歡湊润了 這樣吧 我就去外面看看 哎 這次徹底完蛋了 鍾小姐 那我就不客氣了 這塊極品料子 我方薇可就五千萬拿下 多謝鍾小姐承讓 雖然方少手中料子品質更好 但我這三千萬開出來的料子 比方少更好 說不定嗎 我相信高大師的判斷 那既然如此 我也就沒什麼好事的 曹小姐 你怎麼會不會啊 你們曹家不會連三千萬都拿出來 還不出什麼 曹小姐 現在最好的幾塊料子 已經被方薇和鐘影拿下了 剩下的這些 肯定不如他 衛會長人呢 怎麼沒看見他們 小姐 衛會長和那個秦帆 在衛維一口氣買了一千多萬的編酒料 還有五百萬的普通料子 那個秦帆還真會撿透 他真以為能從那些編酒料裏 接著哦 真是笑死人 林大師 嗯 你說那些編酒料真的能撿撈嗎 幾乎不可 就算可以的話 撿那一兩件了不起了 幾千萬的料子 多半絕對是血本無歸的 除非啊 他能夠遇到大的編酒料 而且還得開出帝王的 他能夠遇到的 林大師說的沒錯呀 要是想從那些編酒料裏 開出帝王的 大師 您覺得有這種人嗎 哼這種情況我沒見過 聽說我都沒聽說過 哈哈哈 是嗎 秦帆你怎麼想的 我可是聽說你換了一千五百萬 買了一批垃圾 曹小姐這話怎麼說的 我挑選的可都是些好料子 保證的可 廢話 一千五百萬萬的料子 就算閉著眼睛學一定能看出翡翠 可問題是值不值的問題 你懂嗎 可我覺得很遲 曹小姐 別管這種廢物 咱們還是快選吧 以免呢 這些料子也被別人想走 雷大師 你覺得哪塊好 好 就他了 一口價 一千萬 好 曹小姐 那剩下這些料子 您都不要了 不要了 呂大師覺得剩下這幾塊開出來 也不虧本 但是也賣不出個好價錢 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氣 剩下的這四塊 我全要 老闆給你出價了 既然全都要 給你的優惠 三千八百萬 好 好好 成交成交 秦凡這一手 起碼虧一半 這幾塊料子剛才我也看過了 這裡的翡翠 比較差 質地呢也不是很好 恐怕啊 價值 不會超過一千六 呂大師 這位被把萬一我看著呢 看著 我看啊 你就等著被挖眼吧 哎 別著急呀 到時候指不定誰被挖眼 周小姐 我勸你還是抓緊時間再挑幾塊 單憑周小姐手張那幾個人 你贏不了我 其實嗎 你是想以數量取勝嗎 要是在別的行業 那還可以 但是 在賭食這個行業 講究的是一刀生一刀死啊 邊角料和土蔥料子 九成九開出來的 翡翠啊 最後 連料子本身的原價都賣不到 確實九成九都是這樣 可我就是大本人 如果你一聽出來的 全是那百分之五 老夫 當場敗你一為師 哎 不不不不 我可不要你這麼大一隻 西班辣 本來老夫到這兒來就是想隨便買一買 不過今天 你太囂張了 老夫就 過手下留情了 各位 首先我們先用掌聲有請 林大師 各位 請上演 好 各位 掌聲有請 高大師 曹小姐 我選的那塊料子 沒開出來的 一千萬的料子沒出率 我怕全都溃溃了 為貴長的那絲殼 這塊料子跟曹小姐是一起的 哎 恐怕開分節目也會是一樣的 這位會長 上來就可以了四季媽媽 看來今天曹小姐會位會長 恐怕要分桌了 勤凡 你的眼睛我挖定 勤凡 今天你的眼睛我挖定 位會長 把咱們開的料子拿出來 我讓你別信他 你非不聽 四塊料子三千八百萬呢 這 這 虧得也太狠了吧 虧 虧什麼 簡直就是大賺 怎麼可能 這五塊料子是一起的 怎麼可能 我們看他沒翡翠 你們看他四塊大賺 就是啊 這怎麼可能呢 就算是開出第五類了 就算是開出第五類了 也就比我們強一點而已 你說 你那些料子 還大賺 我就不相信 你們能賺的比我 血液 是血液 這幾塊加一起 價值超過兩個多億 這小子用錢 還真的好 星大 你小子運氣不錯 五塊料子 四塊血液 不然 吳大師 你怎麼回事 這五塊料子是放在一起的 四塊有血液 讓你先選 你居然沒選錯 方偉 看來你想挖我的眼睛 也沒那麼容易 你別得意的太少了 就算開出了血液 比的是誰的料子利潤最高 而不是單一料理 還有啊 你那些垃圾的邊角料 我估計啊 一千多萬 是賠定 哦 是 各位 方少五開除粉碎 累積售價二十一 鐘小姐 累積售價十八個月 曹小姐 累積售價一個月 秦先生 累積售價十二個月 這一次我花了三個月 才賣了一億 這一下子我就虧了兩個億 秦凡 我這邊售價是二十 抛開成本 我足足賺了十六個月 鐘小姐呢 抛開成本 也賺了有十二個月 而你呢 十二個月 抛開成本就死了 你拿什麼 你急著 我還沒開完呢 你的好料子都開完了 要想翻盤 就憑這些邊角料 如果你這些邊角料 能賣出一千萬 我跪下乖你叫爹都行 我可沒您這麼大兒子 你 小毛 從這之前 你的運氣啊 真的挺好 你能賺八億 那已經是極限了 就算是董事大師 做這種邊角於料的生意 最多也就是啊 不賺不虧 我勸你啊 還是放棄了 魏會長 怎麼樣啊 沒開出來綠嗎 魏會長 拿出來給大家展示一下 是帝王綠 這是帝王綠 這不可能 你們作弊 我告訴你 他們肯定是提前蒼好了 然後放在那裡 是不是 這種現場還是怎麼作弊 你過於無知了吧 沒事 既然他們不信 那這兩塊 就當作示威禮物 送給曹小姐姐 也讓曹小姐不威脅 魏會長 你去讓人把東西抬過來 我們當著大家所有人的面 現場 好啊 我倒是不信 你們現場開運 能開出什麼來 又是一塊帝王綠 我操還是帝王綠 這他們也是帝王綠 這不可能 這麼多邊角料 怎麼會出這麼多的帝王綠 你去 這些料子 看起來確實是邊角料 您是怎麼做的 這有什麼難的 我在外面逛了很久 把所有的料子都看了一遍 這才選出來的 當然了 我選的都是品質最好的 外面九成九的都是些廢料 我怎麼可能不去選 但是 我看你們好像大家 都認為我會選贏 不可能 這不可能 這不可能 cin先生 您在上 您在上 請受帝子一代 我不是說了我不受您大的土地 怎麼樣方釗 還要繼續 我這幾塊帝王綠 沒花多少錢 也就一千來塊錢 賣賣的話 估計也能賣個六七億 這麼算算 比你好像多這一點 這不可能 國行長 這麼可能 高大師 請吧 秦先生 擾命 我不能沒有眼睛 沒有眼睛 我以後怎麼看料子呀 恭喜秦先生 看來無可爭議 你就是这件欲望成万赛的语言呢 想必今天的故事 日后也是一对传奇故事 欲望什么的我不在意 我只希望钟小姐能够信守承诺 这个自然我终于一向守承诺 你信的话 秦凡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 我在 这怎么回事 钟云你怎么会 钟小姐你今天是来搞我的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搞你 我可是花了八亿买的原石 现在都可以给进走了 我还觉得很运 我们走 巴上 来 带上我呀 高大人你耍赖吗 老上你救救我爸爸 老上你救救我爸爸 你们这堆垃圾啊 害我输了欲望 还想让我们带你走 真他妈会去 取了个赔钱货 方上 急什么 宣伐 你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不让我出去 凭什么 你心里难道没数 周燕是不是你绑架的 你不敢承认吗 我从来不敢承认 是吗 周燕 你见过吗 我从来不敢承认 你自己说是谁放假了你 周会长 何必着急走呢 有些事总要说清楚啊 燕儿 爸爸对不起你 都是放假逼我做的 又就是他 就是他拿曹老爷子检查 报告了那些我 说 如果你不给花哨刺激 他就会举判我出一楼事故 到时候我连医生都做了什么 报告他 周院长 难道当时你知道我爷爷有病 去给我们假的报告单 放屁 你是想舔我屁股吗 关我屁事啊 方威小儿 如果不是你父亲打电话给我 让我献出燕儿 摆平此事 我怎么会贼我 我怎么会贼女儿 我可 郭田生 关我屁事 你自己想干的 卫会长 赶紧去报警 我绝对不保庇 方威你无耻 啊 是你把我献给方威的 方威你敢说你没有绑架周焉 没有杀害曹老爷 当然 你休想污蔑我 来人 放手 放手 快借我放手 不要死 放手 放手 是你让我绑架周焦姐了 我可不想进去放手 放手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方威 真大眼睛看清楚他可是奏信 是你们方明珠宝公司的高管 你不认识 从此 先生 你不认识 你是不是今天准备好了这些伪证 来无妙 伪证 哎 老师 这可是人证呢 深圳不怕椅子嫌 你要是真没做过什么的话 你心虚是跟他对质啊 我是没告诉过他 要绑架周焦 孙赵 你真的没说过 我看 不是 这是你父亲 和周焦上 穿他之路 你在旁边说 能睡了前放了你吗 否则就是让周焦上身在冥地 啊还有这个 是你父亲联系绑匪 去刺杀曹老爷 IP地址就是你家 这总不可能不认 啊 不 来人 把这个人家带走 送他去他该去 不不 不要 这么有钱 请罚 我是一席猪油猛的幸 不 你 趁我爷爷 还跟你的邦家这么好 原来他死都是你们搞的鬼 好 曹小姐曹小姐 房威这种人 让法律去什么 还是荆先生高明了 看来这个老板 还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 要这么一两把刷子 他怎么能摸精呢 让他弄点资料和证据 那不是 亲爱的 来人呢 把他们带到该去的地方 清凡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恐怕我真的就 不用谢 是我想救你 当初在高盈的婚姻上 你不惜被侮辱 也要帮我说话 当时我就暗暗发誓 一定要保护好你 怎么了 其实 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那 那 那这次即是结束之后 你跟我回家 去见见我姐和我妈可以吗 你们两位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哦 这位是钟小姐 这次救你出来 都看了她的帮助 谢谢 谢谢钟小姐出手相救 不用谢 这本就是我跟秦凡打赌的内容 秦凡 你既然这么感谢钟小姐 当初对你说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呢 应该 钟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 你直说 各位 之前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来阳城 是来找未婚夫的 但是 我激动之下 没有弄清楚 就说秦凡是我未婚夫 后来 我就把这件事情搁置了 但经过我的调查和确认 秦凡就是我的未婚夫 啊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正式宣布 我要跟秦凡 正式订婚啊 秦凡是我的 他只能是我的女人 这个秦凡给我查出来 什么背景什么出身 总都给我查出来 是 是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是 是 还有 我准备私人飞机 亲自去趟洋场 是 对 我 这女生故 跟一个女人同志 他跟少爷的混运 还有几天子的组织 为什么忽然跟这样一个人一定 会不会 那个人就是少爷 有可能 上次我们调查的波动 就是在阳城 只是我们赶过去之后 那波动就消失了 明白 立刻派人去查 我要确定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我们暗夜组织的少爷 是 是 不